所罗门群岛的总理苏加瓦瑞 他24号也在联合国大会上有发表演说 那他讲说就算所罗门已经跟台湾断交了 改跟中国建交 但是他说所罗门仍然是中立的 那他也呼吁各国不要加剧台海的紧张情势 您可能还有印象 所罗门是在2019年跟我们断交的 然后改跟中国建交 今年所罗门还跟中国签下了秘密安全协议 那根据外泄的草案 这项协议让总理可以在所国 如果有动案的时候 可以向中国的武装部队求助 那这份草案曝光之后 不止在所罗门引发了高度争议 就连澳洲跟美国也纷纷表示关切 不过所罗门总理他很嘴硬的说 他并没有选边站